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罐斯洞单头罐装机的一些功能及使用 看下面 这个是输送带的开关 点击这个就 开关 这个是雕塑怪漫的 然后这两边是护栏 瓶子要放在护栏中间 让瓶子顺畅的往上面流动 这个是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 在该机的状态上 它对到瓶子的时候 它就开始贯栏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对到第二个瓶子 在该机的情况下 像这种情况的话 它就会开始贯栏 这里有两个季缸 这个是咸蓝瓶 这个是厚蓝瓶 每一个季缸上面都有两个调节阀 这个调节阀是公司前面的 后面这个是公司在往后面的 积压越大 它伸缩的力度就越大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厚蓝瓶的作用呢就是 当瓶子贯栏完之后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挡树这个瓶子没那么快 往流血线上面流下去 然后第二个瓶子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刚好在这个灌装水的中间 就可以正常的贯栏 也就是说瓶子的时劲越大 先蓝瓶和后蓝瓶这个时劲稍微越大 这个跟具体的情况来调节 调节的话这里有螺丝可以松开 松开这个螺丝来增加这个关度 还有这两个也有螺丝可以 调节这个往前或者是往后的一些深度 然后到设备的右手边 这个有个极定盖棺 这个极定盖棺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灌装的盖棺 正常情况下 你打开了输送袋时候 你要把这个极定盖棺打开 要不然它就不会灌装的 这个是灌装量的调节 所有旋钮就可以了 然后到塑料调节 塑料调节就是 调节 护料流速的怪慢的 净料调节 净料调节一般情况下 不用调 就是调节 它上料的怪慢的 当我们第一次使用设备的时候 第一次灌装的时候 可以先把铁压稍微调大一点点 让这个管里面的料塑满 不能有工具 塑满的时候 然后第二第三次的时候 它才能够正常的灌装出来 如果这里面有工具的话 它灌装出来的量 我也没那么精损 好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灌装水 比瓶子稍微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第一次使用 要先把这个打开 既定盖棺打开 不要按杀机 要把它松开来 因为这个既定盖棺 也是灌装的 共事盖棺 把它松开来 松开来时候 再打开输送带 它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灌装了 然后顺便讲一下 这个位置有个铁压表 正常的我们这台设备 铁压是0.6到0.8时间 而且还要说一下 第一次灌装的时候 这个位置最好是先放一个公平 先放一个公平然后再灌装 等同是第一次 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公平然后 上面的瓶子 再放在上面